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待美中和解似乎很自然 然而王毅指责美国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途径 似乎让基辛格的努力显得徒劳枉然 对此法广刊发评论文章说 王岐山没有多大影响 他的讲话只是应付场面 毫无新意 而基辛格只是被华盛顿越来越边缘化的人物 然而基辛格曾多次被中共领导人隆重接见 包括习近平也曾在2019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赞扬这位中共的好朋友 为中美关系的贡献 不失时机的呼吁美国应该与中国相向而行 文章说 的确 基辛格与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 至于香港危机 新疆维吾尔被大规模关押 以及中共在国际上的咄咄逼人 基辛格视而不见 3月20号 基辛格还宣称美中两国必须互相理解 否则荣景不在 世界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 3月25号 基辛格又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会 视讯会议上做出类似表述 中共越来越强大 美国要与中共这样的竞争对手谈判很难 不过 中共外长王毅泼冷水 不仅指责美国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途径 让基辛格的努力显得徒劳枉然 也让王岐山讲话显得毫无作用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司徒文 4月9号在《具影响力的中国代理人》一文中 批评基辛格是中共最重要的粉丝 文章指基辛格是单相思 一生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奉承中共 以此获得北京青睐 文章称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 当然只是在利用它 而越来越被华盛顿边缘化的基辛格 近年来的对话者基本都是王岐山 前不久 王岐山在博鳌论坛上担任保姆员 自称是临时主持 竭力为习近平登台发言热唱 文章认为 王岐山这次在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 说的几句话只是应付场面 这不光因为他的作用有限 他也许清楚美中关系到了这种地步 他旁敲侧击也毫无用处 与这场乒乓外交视讯纪念会 并行的是中美视讯会 中共外交部官网4月24日公布 王毅的23日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 一段视频交流 文章认为 在这个节点上 美中视讯会应该与乒乓外交50周年有交集 但是王毅的发言绝无乒乓外交的诙谐 王毅批评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 还没有摆脱上街政府的阴影 还没有走出对华认知的所谓误区 还没有找到与中共打交道的正确途径 总之 所有的问题都在美方 王毅还奉劝美国不要打着民主人权旗号 搞价值观外交 报道认为 王毅的灵感也许来自外界 对中共的口罩外交 疫苗外交 战狼外交的批评 干脆给西方安上一个搞价值观外交 以求平衡 分析人士称 50年前美中推动乒乓外交的方向 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预期 王毅现在把它形容为搞价值观外交 双方如何缩小分歧呢 报道说 如果基辛格还对50年前的那场 乒乓外交 念念不忘 如果他真诚的希望美中谅解的话 王毅这番表述 是否该让中共的这位老朋友醒醒了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贵交数据库 蚂蚁集团南逃遍阳企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监管单位 爆打蚂蚁集团一顿后 传出人行已经与蚂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蚂蚁集团交出自主研发分布式数据库 Oceanbase和移动开发平台MPAAS 协助人行推动建设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平台 中国界面新闻今天25号报道 早在2017年 人行开始组织部分商业机构 共同开展数位人民币体系的研发 蚂蚁就是其中之一 2019年央行数位货币研究所逐步引入蚂蚁分布式的数据库 Oceanbase和移动开发平台 MPAAS推进数据人民币的技术建设 报道引述蚂蚁集团的消息称 目前已经在河马、大润发、天猫超市、哈罗单车、上海公交等场景 进行数位人民币试点 同时在即将到来的上海第二届55购物节期间 除了六大国有银行之外 蚂蚁集团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 也将开展数位人民币试点 上海试点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 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线下线上消费 中国对蚂蚁集团绞杀打压 目的就是将其收归国有 除要马云出清持股退出蚂蚁集团外 日前也传出企图控制蚂蚁集团 价值连城的消费信贷数据 而今又要蚂蚁交出数据库及技术 蚂蚁集团恐怕难逃变成央企的命运 美国年波3亿美元抗中 中纪委也参与骂战 明目张胆黑中国 据自由财经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1号 通过2021战略竞争法草案 该法明定每年支出3亿美元 对抗中国影响力 中国官方气到跳脚 连日发文抨击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也在官网专闻开呛 称此法案明目张胆确定目标 意在洗脑世界 抹黑中国 美国的行径必然是死路一条 中共中纪委在官网 抛出每年花3亿美金抹黑中国 这次连遮羞布也不要了的文章 反驳美国在2021战略竞争法草案中 全面抗中的相关规范 文中称 为了抹黑中国 美国煞费苦心 豪志重金 在2021战略竞争法中 非但确定目标明确金额 也支持美国国际媒体署影响其他媒体 等于将全球参与中心 抹黑中国一带一路的触角 伸向更多方面 文中不忘翻旧账 呛美国找借口打压中国棉房企业 又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 列入制裁实体清单 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文中还强调 美国的政治打压不会蒙蔽 政治正义跟世人的双眼 谁试图愚弄全世界民众 只能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中国国学院大学被揭山寨遭查封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在线山寨大学 这次设施的院校更自称是国家级 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 周五23号 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国学院大学予以取缔 至此又一家国自投非法社会组织被查封 据了解 这一家野鸡大学还伪造了国家部委公文 又自称设有量子医学研究院等机构 新华社报道称 今年1月28号 民政部街道群众举报 中国国学院大学涉嫌未经登记 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后 将相关活动线索移送至北京民政局 并指定由北京市民政局查处 2月1号 北京市民政局对中国国学院大学立案调查 经执法人员调查 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称 是文化部批准成立的传统文化高端教育学府 以弘扬国学传承文化为内容 已被纳入联合国全球和谐联盟 世界和谐基金会 同时该组织还对外宣称 有校区、校哥、毕业证书等 是目前国内外唯一具有受国学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的国际连锁型文化教育实体学院 中国国学院大学还伪造了国家部委公文 登记证书、斯克印章 并发布带有中国国学院大学的所谓红头文件 据报道 一系列光鲜亮丽的背后掩盖不住其本事 通过设立分支机构 举办接牌仪式、颁奖活动等方式 收取费用是中国国学院大学 骗钱敛财的主要方式 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传有90余家分支机构 执法人员经过调查查实70家 这些分支机构分布在北京、天津、广东、山东等地 业务范围涵盖乳学、孔学、周易学、国医药、少林武学等 传统国学以及量子学等领域 中国国学院大学国医药生命科学院量子医学研究所 是中国国学院大学的分支机构之一 该机构打着量子科学的幌子 宣称可以通过激发人体自愈系统及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 从而根治疾病转逆衰老 报道指出 目前中国国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某某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击押 董明珠卸任格力电器旗下法人及董事长 综合媒体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巨头的老板接连退出集团货子公司的一把守位置 最新一例是格力电器的董明珠退出旗下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4月21日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成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董明珠卸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一职 由庄培接任 据公开信息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含单元机多连机等商用空调系统的生产销售工程实施与服务 由格力电器百分之百空股 2022年1月格力电器将迎来新一届董事换届 董明珠也已经67岁 外界对董明珠接下来是否能够连任 或者是否为格力电器找好接班人颇为关心 再加上此前一度被视为董明珠接班人的黄辉 望静东等人在2020年相继离职 使得格力电器的管理格局更加复杂难测 此次接任者庄培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不在公司董事席位之列 其担任格力电器旗下包括格力电器南京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大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在内的38家企业法人 并拥有珠海格针投资管理合作企业的0.59%的股份 特斯拉女车主被拘留5天后获释 丈夫不满行车数据遭闪自公开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电动车品牌特斯拉近日成为新闻主角 既早前有女车主在车展上起车顶维权高喊刹车失灵 中国官媒也加入围剿 不过案情近日出现大逆转 特斯拉公布事发前30分钟的行车数据 证实女车主父亲在撞车前正以每小时118.5公里行驶 而女车主因为大闹车展会场而被行政拘留5天 至今天25日获释 其丈夫透露要多陪妻子 又不满特斯拉单方面公布数据 在上海车展维权的张姓女车主因扰乱公共秩序 被上海警方行政拘留5天 今天拘留刑满获释 她离开拘留所后来到丈夫李先生所在的酒店 李先生向中国媒体记者表示 她看见妻子非常憔悴 现在希望妻子好好休息 在张女被行政拘留期间 特斯拉向公众公开了张女父亲驾驶设施车辆 发生事故前一分钟的数据 李先生认为 特斯拉未经车主及家属同意 就公布行车数据的行为不妥 认为侵犯个人隐私权及消费者权益 已经向河南省监管局省消费者协会投诉 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指 维权者财的不仅是 特斯拉一辆车可能已经踩到智能汽车发展的痛点 她又指出智能汽车事故怎样鉴定才靠谱 行车数据是否隐私等问题 若未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 整个行业将会刹车不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